大金毛遭姥姥嫌弃直接离家出走 静茂雨徒步六十公里回家找主人寻求安慰 躲在主人怀里眼泪汪汪 究竟发生了什么让大金毛委屈成这样 这天一大早主人就听到自家爱蠢的声音 本以为自己是幻听 但门外的声音越来越大 打开门一看眼前被凌晨落汤鸡的小狗 正是自己的爱蠢 而大金毛看到自己主人立马扑倒主人怀里 各种寻求安慰 时不时喉咙里还会发出阵阵啜气声 正在向主人诉说着自己受到委屈 看到这一幕主人吓懵了 最近金毛可是一直在相隔六十里的姥姥家 为什么会出现在家门口 主人觉得奇怪 自家金毛一向情绪稳定 性格温顺 今天这样属世没见过 金毛和自己已经相处四年之久 平时还会帮自己买菜 自己早已把金毛当成家人 之所以把他送到姥姥家 就是因为自己工作突然发生变动 可能要经常加班 没有时间带着金毛溜弯 只好将他送到姥姥家暂住几天 想着过段时间就把他接回来 没想到这还没过几天 金毛就像个受气的小媳妇自己跑了回来 主人实在好奇发生了什么 会让一向温顺的金毛变成这样 金毛被姥姥嫌弃 只因姥姥骂她是一个饭桶 就冒雨徒步六十公里 回家找主人寻求安慰 大金毛刚被送到姥姥家时 姥姥一家格外稀罕这个活泼可爱的大金毛 一天两顿 大金毛被姥姥花式投胃 各种荤素搭配 吃得比在家还好 而金毛第一次来姥姥家也是好奇的不行 各种疯跑 但好日子没几天 姥姥的新鲜劲就过了 慢慢觉得金毛真是难伺候 开始嫌弃金毛是个饭桶 一顿不吃都不行 有时姥姥懒得做饭想着对付一口 但大金毛却不行 本来姥姥每天都要和她的小姐妹一起跳广场舞 但是自从金毛来了 姥姥每晚都要带她六万半小时 可怜的姥姥只能看着自己的小姐妹跳舞 这严重影响了姥姥丰富的老年生活 姥姥的耐心已经耗尽 这天姥姥看着叼着狗盆让自己做饭的大金毛 气不打一出来 骂了一句真是饭桶 不想小家伙系在心里 晚上外面下起了大雨 金毛一点也不懂事 硬是要姥姥拉着她出去溜湾 这么大的雨谁家好人要出去 姥姥叫训了一顿金毛 这下金毛彻底怒了 想着马上回家找妈妈 姥姥家一天都不能呆了 大金毛被姥姥骂是个饭桶 一气之下冒雨徒步狂奔60公里回家找主人告状 看到金毛如此委屈 主人给姥姥打电话询问情况 得知真相的主人一脸无奈 没想到只因姥姥骂了一句饭桶 金毛就冒雨徒步60公里向自己哭诉 姥姥做梦都没想到毛孩子脾气居然这么大 自己说了她一句就离家出走 还告自己的黑妆 看着金毛浑身湿漉漉 冻得瑟瑟发抖的样子 主人心疼极了 立马给她洗了个热水澡 这下感受到温暖的大金毛更是泪如雨下 各种对主人倾诉自己的委屈 经过一顿忙活 当初那个阳光帅气的金毛回来 回家的金毛舒服极了 尽管自己的狗窝不大 但还是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最好 回家之后金毛粘人得很 各种找主人贴贴 经过这件事 主人也明白把金毛再送去姥姥家是行不通吗 姥姥年纪大了已经力度从心 照顾金毛已经严重影响了姥姥的正常生活 加上大金毛也不适应姥姥家的生活 强行送去可能对双方都不好 尽管自己现在工作繁忙 但也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不得不说金毛还真是聪明 自己徒步60公里安全回家 从车水马龙的路上穿过 还懂得红路灯 注意看 眼前这个猎老二竟然在享受美味的狮子头 看他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 想必这辈子都没有吃过这么美味的狮子头 不过也真是活久见了 一只猎狗竟然能猎杀到狮子 这只熊狮又为何会沦落至此 不过 这就要从不久前说起了 这只单身熊狮最近进入了发情期 或且想找一只母狮交配来满足自己 但作为一只流浪熊狮他根本无权交配 直到这天走到一个狮群 看到一群年轻漂亮的母狮 由于自己没有领地 他不敢随意过去搭讪 一旦被狮王发现就惨了 于是每天他都默 默在一旁看着狮王和母狮交配 羡慕不已 看着眼前性感的母狮 内心的欲望再也安安不住 只想找机会勾搭一个母狮 此时的熊狮满脑子都是这点事 就连眼前的猎物也吸引不了他 熊狮每天盯着狮王的动静 想着程序而入 今天时机终于来了 一天没看见狮王出现的他 打听一番才 得知狮王出去寻找猎物了 熊狮内心窃喜 看到独自散步的母狮 抓住狮机上去就和搭讪 三言两语就把母狮哄骗到了小树林子 不得不 说这个熊狮真有两下子 然而就在两人轻轻我我的时候 却被郑主逮个正着 直接送他上戏天 熊狮色胆包天 竟然与狮王老婆勾搭一块 被发现后直接丢了小命 这只单身多年的熊狮 看准时机上前找母狮搭讪 凭他的花言巧语 终于说服母狮同意和他交配 熊狮也没想到 事情比喻想得更加顺利 狮王的老婆竟然怎么单纯好骗 自己一番甜言蜜语就上钩了 只见两人急不可耐地钻进小树林 一阵翻云覆雨 这下熊狮终于得偿所愿 正当他暗自窃喜 狮王带着猎物凯旋而归 看着其他人看自己的表情 狮王觉得事情不妙 这头上肯定被戴绿帽子了 果然寻着母狮的气味 找到了正在缠绵翡策的两人 看着眼前这一幕 可把狮王给气坏了 自己出去一回 头上就被戴了一顶绿帽子 此时的熊狮也被突然出现的狮王吓了一跳 他心里清楚自己肯定不是狮王的对手 况且这还是人家的地盘 好汉不吃眼前亏 趁狮王正处于猛逼状态 熊狮撒丫子就是跑 而母狮也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 刚才还和自己你蒙我蒙的熊狮竟然丢下自己跑了 本来自己还想和他私奔呢 结果遇到危险比兔子跑得还快 此时的狮王没功夫搭理这个给自己戴绿帽子的女 只想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熊狮一点教训 哪成想却成全了猎老二 熊狮和母狮偷情被狮王捉肩在床 下一秒丢下母狮独自逃命 调戏自己的老婆还想一走了之 狮王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他 狮王立刻去追熊狮 熊狮这辈子也没跑过这么快 奈何狮王的实力实在太强悍 直接拦住熊狮的去路 上去就是一顿胖揍 熊狮那里是狮王的对手 很快就被打得屁滚尿流 狮王一口就咬断了熊狮的颈椎 这下熊狮连站起来都费劲 看来人家能当上狮王是有原因的 这下熊狮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不得不说熊狮也太没用了 就这点实力还敢撬人家老婆 秉承着不杀同类的原则 狮王没有赶尽杀绝只是给了熊狮一点教训 留他在那里自生自灭 熊狮现在是毫无抵抗能力 只能在地上挣扎 不过熊狮可真够倒霉 刚从尸口脱险 自己就被一群猎狗盯上 猎老二早潜伏已久 看着眼前一幕非常兴奋 看来今天能吃上狮子头了 熊狮被猎狗团团围住 要是以前熊狮怎么可能允许 这群狗在自己面前耀武扬威 但现在自己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任由这群猎狗撕咬自己 很快熊狮就一命呜呼了 熊狮可能都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死于猎老二之手 注意看 眼前这只美洲豹竟然被对面人不仁 鬼不鬼的样子整猛圈了 原来是遇到了连牙齿都没有的狮一兽 以蚂蚁为食 全身上下除了那条舌头不平凡 没有任何攻击性武器 为何会让飙飞体重的美洲豹害怕呢 第一眼看过去 你很难发现他们的脑袋长在哪里 大狮一兽的脑袋都是细长的 最长的可以达到45厘米 但他们的耳朵却极小 个头却不小 整体看起来就很不协调 这种动物吃的东西也很奇怪 明明是个两米长的大块头 却只吃小小的白蚁 食一兽向来最光荣的事情 莫过于那条60厘米的舌头 毕竟这是他们吃饭的家伙 食一兽的舌头非常灵活 不仅肠上面还布满了粘液 尤其是伸缩速度更是惊人 在一分钟时间内 他们就可以做到160次的伸缩频率 短短几分钟就能吞掉上千只白蚁 但无论是白蚁还是蚂蚁 它们的巢穴都非常坚硬 一般动物都很难打开 即使是人类也需要用锤子才能凿开 但对食一兽来说 破坏蚂蚁的巢穴轻而易举 不过食一兽每次都不会全面破坏掉巢穴 而是留下部分白蚁继续为以后做牛做马 接生更多白蚁 以便自己日后享用 看得出这是一种智商极高的生物 不过别因此就小瞧了它的战斗力 完全不输其他生物 就连在草原上让生物圈闻风丧胆的美洲豹 食一兽都能独自手撕 连牙齿都没有的食一兽 却给美洲豹造成了极大威胁 它究竟有啥秘密武器呢 大食一兽对抗外敌虽然没有有力的武器 也没有牙齿供它们撕咬对方 于是它们便将没有任何战斗能力的白蚁当作食物 但是食一兽又是如何消化白蚁的呢 其实它们在进食时 都会吸食一些细小石头 再加上它们体内的砂囊 上百只蚂蚁很快就会被细缩殆尽 不过蚂蚁喷射出的乙酸具有腐蚀性 如果钻进它们的身体会啃咬它们皮肤 所以大食一兽的进食时都会选择速战速决 因为长相过于奇怪 大食一兽被人们称作怪物 身后毛茸茸的尾巴就像一个大扫帚 每天进行着环卫工作 它们的前掌相当锋利 为了保护这双爪子 大食一兽走路的时候都会握紧拳头 再往上被人们调侃的双头怪物 说的也正是食一兽 因为它们的前肢与熊猫头非常像 进化出这样的样貌也是为了迷惑对手 避免自己的脑袋受到伤害 虽说食一兽是一种温顺的动物 但该有的脾气一样都没有落下 一旦遇到其他动物前来挑衅 那它们会放下温顺的身段 对此展开激烈暴 而每周暴就是它们的手下败将 直到看见每周暴在它跟前都认怂了 我才知道大食一兽究竟有多强 一般情况下 大食一兽只会对白蚁情有独钟 不会主动去骚扰别的生物 但兔子急了还会咬人 更何况长相奇怪的大食一兽呢 在它的老家中美洲和南美洲 有着顶级掠食者 其中就包括美洲狮 美洲豹这种大型生物 如果双方不幸遇到 大食一兽第一反应就是逃跑 如果逃不掉也不会任命等死 而是直立起上半身 亮出自己的前肢随时反击 它们的力找能直接让敌人劈开肉绽 不过美洲豹最擅长的就是偷袭 如果食一兽被豹子偷袭 那谁胜谁负也不好说 曾经在巴西的一个牧场里 一只美洲豹想要偷袭大食一兽 而大食一兽完全不知道 自己已身陷危险中 喝完水转身离开时 才发现正要偷袭的美洲豹 大食一兽只是不懈地看了一眼 就把美洲豹吓得转身就走了 毕竟食一兽两个锋利的爪子 想要与其硬碰硬 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 好在食一兽不会与人类产生正面冲突 如果人类威胁到它的孩子时 避免不了它们会产生报复心理 但此种情况极为特殊 十分罕见